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的祖先就开始写诗了 成熟于春秋时期的诗景收录了三百多首诗 之后又有以屈原为代表的处词 秦汉的乐主诗以及南北朝明歌 唐朝到达诗歌的影峰 历朝历代的诗人不胜枚举 留下的作品更是多到数不过来 但能够达到家与户晓 这种帝都的并不算太多 有些诗人只注重作品数量 丝毫不在乎质量 一言不合就写诗 虽具代表性的当属乾隆 他的几万首诗当中 几乎没有一首为人所熟知 做到这种境界也很不容易 与乾隆相反的是 有些诗人虽然作品的数量棘手 质量却非常高 就拿唐朝的张若旭来说 仅凭借春江花月夜这首诗 足以傲视群穷 甚至被称为孤天爱全堂 秒杀乾隆所有作品 不知乾隆对此有何感想 在一般人看来 诗至少有四句 八句的也很常见 多达几十上百句的也有 关于古代诗歌的字数 并没有具体规定 全凭诗人的心情 只要能表达心中想法即可 宋代的一位诗人 写了一首只有两句话的诗 却流传上千年 至今经常被诗人挂在嘴边 此诗名为断句 作者是苏林 是不是感到相当陌生 但是 如果说出诗的内容 绝大多数人都倒背如流 即 进水楼台先得月 向阳花木一味春 现如今 这两句诗适用于很多场合 比如恋爱 求职 创业等 苏林是在什么情况下 写出来的呢 苏林最早在范仲淹身边做官 后来被派到别的地方当巡检 人生地不熟 没有任何的关系 尽管他非常努力 经常主动加班至深夜 却一直得不到生鲜机会 举钱不必心的范仲淹 在被朝廷重用后 提拔过不少曾经的下属 可能由于常识 尖畏联系 把能力不错的苏林忘记了 由于此 恰逢范仲淹过生日 苏林大老远赶到杭州为昔日的上司庆生 范仲淹看见坐在角落里的苏林 独自一人喝闷酒 就走过去问他最近工作 生活如何 苏林叹息一番 随后献上两句诗 进水楼台先得月 向阳花木一味春 表面上是说亭台 楼械和花木 实际意思为 范先生吗 懒得能力您是知道的 您都提拔那么多人 为何不给编一个机会呢 范仲淹何等聪明 一下就听出苏林的弦外之音 经过多方了解 范仲淹觉得苏林的确应该被重用 就向朝廷推举他 苏林没多久就升官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未经许淹是什么 现在就聪明会